今天要帶來這一道 充滿Omega 3的這一個 味噌青魚 不錯 很棒 在調味噌的時候 最好是漸進式的 像這個我們的味醂 它會稍微有點濃度 然後我們就跟味噌 跟它調在一起 這樣子會比較不會 等一下比較容易化得開 先把它化開 即便家裡沒有紅味噌 沒關係 用一般的味噌也可以 這邊好了以後 我們把清酒放進來 為什麼不加米酒加清酒 因為清酒它去味提鮮了以後 就沒有味道了 你如果加米酒的話 它還是會有味道 會有酒味 對 好可愛 好像魚在游泳 對 我們把這個味噌 這邊呢就把它放進來 味噌汁乳 你只用了一半耶 這樣就夠了 對 這樣就夠了 來 這邊是清水 春大姐 在放這個雨之前 我希望說可以的話 就稍微汆燙一下 腥味會比較美 對 第一 巨腥 第二 我們在煮東西的時候 它起來的時候會比較漂亮 不會說 雜質很多那種感覺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移過來 我們就把它移過來 你們的鍋子都好厲害 那放進去了以後煮開 煮開的時候轉小火 大概差不多五分鐘 讓它第一 先把魚煮熟 再來把調味入到魚裡面 它轉小要燜嗎 要鍋蓋嗎 不需要燜 就是讓它煮 對 第一 你蓋鍋蓋的時候 因為我們也要讓它的水分 稍微少一點 少一點的時候它的味道才會夠 到後面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 蔥段放進去 因為蔥段不要太早放 你如果太早放的話 它的那個顏色就會不好看 我們就把蔥段最後 再把它放進來 那等到我們的這個蔥段熟了以後 我們這道料理就已經完成了 好 五分鐘之後我們來試吃 來喔 護膚料理開動 味噌鯨魚湯 青魚在買的時候 最好是買比較新鮮 青不新鮮看它 血和的部分 越鮮紅 越新鮮 什麼叫血和 血和就是魚 它魚裡面 靠近表皮的中間 有紅紅的那個 那個地方叫血和 你要看那個地方 如果越紅 表示魚越新鮮 那如果是越變咖啡色 那就不新鮮 而且還要聞味道 肉好好吃喔 你去攤販的時候買的時候 你要先聞它的味道 如果它的味道很燥車 那就不行 你也想要看 你覺得什麼 血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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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